许多人为了养生 喜欢来杯红萝卜汁 或是红萝卜牛奶 实际走一趟夜市 招牌上写着 中杯红萝卜汁65元 大杯90元 但仔细看一下 都还出现一个四 难道一杯涨了20元吗 你们红萝卜最近涨价了 对啊 另一家果汁摊 招牌上头的价目标 也做了更改 你们红萝卜什么时候涨的 上了吗 走不到 我一直涨了 除了果汁汤味外 就连凉面业者也对菜价很有感 现在听说这红萝卜变很贵啊 贵喔 我一斤可能十几块 这两个好够 就是以前红萝卜 比较不会受到台包影响 对啊 都二十几块十几块 不只店家做生意苦不堪言 就连一般民众也发现 红萝卜价格贵得不合常理 我买了两只60块 红萝卜吗 对 记得好像有一只 来不及五块十块就不得了了吗 您去买菜的时候 有没有跟是摊上的 红萝卜怎么变这么贵 他们都怎么说 他们说没办法 他们来源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办法 熟的他会跟你说 贵那是在买的 根基类价格本来就波动不大 但这回台风都走了一个多月 却还是无法回稳 追究背后最大原因 都是菜虫惹的祸 记者机关红 谢维仪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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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